第315集 第415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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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领域向别人一照 别人几乎是没有反抗能力的 这一种又叫做骤光镜 长生秘境 第一重万寿镜 第二重不死之身 第三重动天镜 第4重骤光镜 第5重造物镜 也就是风白雨的那个境界 风白雨之所以能够把人变成猫 也就是把人一下笼罩在自己的领域中 也就是把人一下笼罩在自己的领域中 时间法则 空间法则不停改变 最后改变物质形态 修炎 宿命树 在这大阵之中射了出去 顿时就如闪电 刺破黑暗的苍穹 照亮了前程 如黑暗海洋中的灯塔 在大阵深处 一点光线 若隐若现 就是那里 方寒 全身一阵 施展全部的力量 一阵而出 瞬息之间 用大挪一束 脱离了这走大阵 随后 他就感觉到 自己好像跌入了 纯阳之气的海洋 他的面前 是一望无际的汪阳 这些海洋 不是水 而是纯阳之力 九阳 胜水的大海 一望无际的汪阳 饶是方寒 见多识广 看见这一幕 也忍不住震惊的呆住了 就好像是一个 穷的叮当响了叫花子 突然面前出现 一座金山银山 而且金山银山中的财富 任凭他索取 这种只有在梦想中 才可以想到见到的场景 现在真实的 展现在了眼前 纯阳之气是什么 是直接可以淬炼形体 增长法力 催动稻气的最上等元气 出自元气的巅峰位置 就算是一尊长生秘境的万古巨头 也要辛辛苦苦的积攒 提炼 累死累活 才能够积攒下来一星半点 但是现在 一座海洋 无边无际的海洋 展现在面前 这是何等的一种震撼 何等的一种奢侈 这就是垂扬大海 垂扬大海呀 无极星宫 不愧是无极星宫 三夫比起他也本来 要多长十倍万倍 难怪那么多的金丹弟子 金丹多如狗 长生满地走 有这样一座淳阳大海 想培养什么弟子 培养不出来 若是羽化 没有这样的资源 这样一座淳阳大海 怎么会只有区区 那么一百多名神通秘境的弟子 若是我黄泉门 当初有这样多的淳阳之气 早就一捅玄黄大世界了 眼也呆着住了 无极星宫的金丹弟子 数十万上百万 而羽化门就寥寥几个 屈指可数 两大门派的实力比较起来 无极星宫就是大象 而羽化门就是只蚂蚁 不过 一个门派的力量 不是看金丹弟子的数量 而是看最高力量的坐镇 风白雨一个人 就足可以让无极星宫 很多高层都黯然失色 他祭出天皇境 多少金丹弟子都不是对手 当然 无极星宫之所以这么庞大 金丹弟子千百来万 就是因为眼前的这一座淳阳大海 无边无际的海洋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万年 十万年 甚至百万年 凝聚而成 有了足够的陈阳丹药 修炼到金丹 并不是什么难事 黄泉图 方寒反应最快 在三千分之一个刹那 已经清醒过来 双手一挥 身上的黄泉图扩展开来 形成了一片乌云 足足有方圆千里的乌云 笼罩在这片陈阳大海之上 一股股法力波动 从黄泉图中传达了出来 黄泉图化成的那片乌云 凝聚成了一个漩涡 如同龙卷风溪水一般 把海面上无数的九阳圣水卷起来 都吸进其中 雷鸣电闪 沿得身体一变 又化为一条巨龙 在黄泉图的乌云之中 好像行云不语的神龙 他也张大嘴巴 大口大口 无休止的 吞噬九阳圣水 虽然我的力量 到达了极限 我是一列马奔腾之力 就算吞噬再多的陈阳之力 也不会增加力量 但是 八部浮屠之中 诸多天魔王 还有九大万古巨头 还是多多一善 而且 我略夺足够的陈阳之力回去 凝结成丹药 将来开宗立派 收罗手下 广结党羽 都用得着 方寒看见黄泉图 化为乌云漩涡 长径溪水般的 吸收九阳圣水 自己也不迟疑 打出了天龙秘籍中的炼丹手法 一口法力喷射出来 手绝不停 笼罩到了海面上 顿时 大量的海水也被卷了起来 流转着 居然呈现出了 结晶的趋势 炼水成丹 方寒又一个印诀 打了出去 这些九阳圣水的结晶 就化成了一眉眉的 纯阳丹 纳入了八部浮屠之中 哗啦哗啦 纯阳丹药如同流沙一般 随着他印诀的不停 堆积在八部浮屠空间之内 瞬息之间堆积如山 看到这一幕 方寒心中是欣喜若狂 心花怒放 看到自己凝念的速度 还是太慢了 瞬息之间 只凝念出了数十万枚纯阳丹 方寒把手一挥 自己身上的所有法宝 都飞了起来 也在海面上掠夺纯阳元气 好好好 实在是太好了 我刚刚修炼到不死之身 力量还弱 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元气 提升力量 现在就有这么多的纯阳元气 省去了我多少年的苦修 此时此刻 木道人也是大喜过望 他打出了天龙秘籍的炼丹手法 把大量的九阳圣水 纳入体内 炼化成了自己的法力 力量在这样的修炼之下 疯狂暴涨 而其余的巨头 各自吸纳九阳圣水 或是炼成自己的身外化身 或是炼制成纯阳丹药 而里面的千万天魔五千天魔王 许多被度化的金丹弟子天地法相的强者都大肆掠夺 这是一场掠夺的盛宴 一场让方寒爆发的抢劫 千万天魔 不 是金光闪闪罗汉 如同蚂蚁一般 凝炼成丹 虽然他们每一次都只能凝炼出一粒 或者几粒的纯阳丹药 但是千万天魔同时出手 瞬息之间 就是千万纯阳丹药飞入了八部浮屠之中 八部浮屠之中 各大空间都充满了纯阳气息 这千万天魔一面炼丹 一面也自己掠夺吞噬 他们有的天魔开始分裂 成了更多的天魔 而有的天魔则是派入了神通秘境 晋升为魔王 还有一些到处极其高深的魔王 身体闪烁 有的派入了神通五重天人镜 有的炼成了神通六重皈依镜 有的甚至炼成了金丹 一时之间 千万天魔组成了一股灰红的金光 在羽化门中 就算是神通六重规定地位极高的弟子 每天服用的丹药 也只不过是人籍上品丹药 筑基丹 还比不上太一门的元英丹 而现在 这些最低等的天魔 服用的都是纯阳丹 纯阳丹比元英丹要高一百倍都不止 而元英丹又比筑基丹高一百倍 大量服用品质高出万倍的丹药 就算是一头猪都能够催生出神通来 这是无可置疑的 一面大量的把九阳圣水凝念成纯阳丹 方寒看见千万天魔 不断的分裂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提升法力 不断的提升境界 心中是感慨万千 自己当年都没有这么好能够服用纯阳丹修炼 相比之下 羽化门的弟子天天服用的丹药 简直是诸实一碗 又如何能够提升到处和境界 一个人的成就高低 主要是看他吃什么 天魔的数量 在纯阳丹的催化之下越来越多 力量越来越强大 八部浮头中的丹药存库也越来越多 堆积如山的纯阳丹药 充足的 足可以让一个先到大门派的弟子 消耗数年 甚至十年 一亿 三亿 十亿 三十亿纯阳丹 在方寒的强大神殿扫射下 八部浮头中的纯阳丹 每一粒都坦查得清清楚楚 随着天魔的壮大 纯阳丹药的凝炼 搬运也越来越多 简直是不可思议呀 简直不可思议 想不到我们居然能够闯进纯阳殿的海洋 这样无休止地掠夺 就算是楚南公子也没有这个权利呀 幸亏方寒道友修炼的小宿命树 否则的话 我们没有这样的待遇 八部浮头之中 落水北 苍蝇子都长笑起来 兴奋连连 当然 掠夺得最快的是黄泉图 黄泉图化成的乌云扩张得越来越大 开始是方圆千里 在吞噬了大量的九阳圣水之后 就开始扩张到方圆三千里 犀利越来越大 隐藏在黄泉图中的盐 力量也越来越强横 身体也越来越凝炼 吞云吐物 周身变化 神出鬼没 方寒自然关心这件和自己心血相连的绝品倒计 神殿一动就渗透到了黄泉图之中 顿时就看见浩瀚的空间之中 层层叠叠扭曲的时空 那些九阳圣水被吸收渗透到了空间之中 如同泥牛入海 再多的圣水都难以填满 不过 方寒还是敏锐的感觉到 一些时空之中的锁链被打开 一些时空迷雾也开始散去 他又隐隐约约的看清楚了 在这些时空深处封锁了一些强大的存在 在深处就是那尊大如星球的轮盘 轮回之盘 而在轮回之盘中间 方寒甚至还看见了 里面隐隐约约的镇压着七十二尊巨大的图腾柱 每一尊图腾柱上面都封锁着一尊魔像 高达十万丈 顶天立地 似乎一抓之间就可以把大海都抓在手上 在黄泉图的深处 传闻当年黄泉大帝还降服了七十二尊魔神 每一尊魔神都有惊天动地的威能 这七十二尊魔神封印在图腾柱中 担负着拖起轮回之盘的责任 轮回之盘大如星球 七十二尊魔神图腾柱 就是把它拖起来 固定在时空深处的支柱 现在方寒甚至看到了 大量的九阳圣水渗透进去 被那七十二魔神图腾柱吸收 这些魔神似乎都睁开了眼睛 望向轮回之盘 这轮回之盘轻轻颤抖起来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要显现出轮回之盘的虚影来 需要一兆纯阳丹药 也就是一万亿 现在还远远不够 我这一会儿的凝练 才储存了五十亿纯阳丹 察觉到了黄泉图的变化 方寒知道收获虽然大 但是凝练黄泉图远远不够 自己还有几大上品盗器 千万天魔 九大万古巨头 一起下手搬运炼丹 这一会儿的功夫也就凝练的才五十亿 要到一万亿 谈何容易 当然 黄泉图汲取九阳圣水的速度 比方寒要快得多 不过 要凑齐一万亿弹药的分量 仍旧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 方寒可是知道 自己这次进入纯阳殿 完全是靠吃元摩尊一些绝世强者 攻打混元无击图 强者大战 下面空虚 他是乘虚而入 如果没有这次机会 他根本不可能掠夺 早就被轰杀成渣子了 现在 方寒恨不得自己多出几个分身来 搬运九阳圣水 大肆掠夺 本命天地法相 三千佛首 方寒再次发威 不惜消耗本身元气 再次化成的武装面孔 三千只手 三千只眼的形体 高达千丈 三千只手 朝着这无边无际的海洋 一阵乱抓 每一只手 都抓着起了一座座 山一般高的水浪 这些水浪 稍微一凝裂 就化为了一座座的 纯阳青山 飞入八部浮屠之中 再度散开 化为了千万纯阳丹药 这是方寒动了真格 以自己最大的手段 来掠夺 占有 八部浮屠中的纯阳丹药 瞬息之间就多了千万枚 并且还在不断的增加 每一个呼吸 纯阳丹就增加几亿 五十亿 八十亿 一百亿 在方寒这样发威之下 八部浮屠中的纯阳丹药 速度激增 短短一路相时间 就增长到了百亿之多 当然 黄泉图的汲取速度 比它更快 每集取一座座的纯阳水山 进入黄泉图 岩的力量就膨胀一分 黄泉图的乌云 就再次扩大一分 等方寒在八部浮屠中 凝炼出了一百亿纯阳丹药的时候 黄泉图的乌云 已经扩大到了方圆万里 在方圆万里的乌云之中 出现了七十二个巨大黑洞 黑洞 疯狂吸食着九阳盛水 方寒顾忌着 黄泉图已经吸食到了 接近五六百亿丹药量的九阳盛水 黄泉图中 奈河之桥 阿比之门 也急速地扩大 在黄泉图的威势之下 无论是大混沌雷剑 还是星地龙床 还是地势权杖 全部都靠边了 他们的气灵颤抖着 不敢抗衡 绝品稻气的威严 上品稻气虽然厉害 但是却不能和绝品稻气相比 就算是一百件上品稻气 也比不过一件绝品稻气 尤其是黄泉图 乃是绝品稻气中的佼佼者 其中世界之力已经孕育成形 在不断地汲取九阳盛水的情况下 方寒甚至看到 那黄泉图中 时间都似乎已经开始改变 和外界的时间 有一种不同的流逝情况 好 终于显现出了绝品稻气的一些性质了 这才是真正的绝品稻气 方寒心中大喜 绝品稻气有一种能力 就是在其中改变时间 扭曲时间 比如羽化天宫 深处就可以扭曲时间 外面过去一个月 里面就过去一年 人躲藏在里面修行 就可以缩短修炼的时间 而现在方寒在黄泉图中 同样可以 不过 这也要消耗大量的陈阳之力 才能够催动其中的世界扭曲时间 上品稻气 其中只能够扭曲空间 破开虚空 力量虽然强横 但是却有一些限制 绝品稻气就不同了 看到这一幕 方寒知道 黄泉图现在的威力 已经真正的开发出来 可以镇压一切上品倒计 什么陀螺精壮 什么铁血战旗 只要一刷之下 全部都要镇压 当然 黄泉图里面 虽然开始扭曲时间 涌现出了世界之力 但是那轮回之盘 还在时空深处 只是微微的旋转 虚影无法透射过时空 显现出来 这是纯阳之力 不够的缘故 必须要吸取掉 一兆数量的纯阳丹 才能够把虚影显现出来 而把黄泉图彻底恢复 到达黄泉大地手中那种层次 方寒的修为远远不够 必须要有能够彻底镇压 其中七十二大魔神的实力 到达混天道人那个层次 把自己的领域也修成世界 才能够彻底催动黄泉图 黄泉图在变化 掠夺也在继续 此时此刻 在黄泉图中封锁的 韩熙还有几个女弟子 方清威也发现了 黄泉图的变化 明白此时此刻 发生的什么事情 都震惊得无以复加 我在无极星宫中 住了这么久 韩熙 承蒙你的照顾 这次 我也给你一些好处 你们被我输入黄泉图中 也免去了你们的劫难 这是你们无极星宫的最高神通 大星辰术 也就是众星无极书 我现在传授你们 就在他们惊慌失措的时候 一股悬傲而澎湃的意念 涌入他们的脑海之中 竟然是众星无极书的 完整修行法门 当然 方清威 什么都没有得到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 长篇玄幻小说 永生 第三百一十五集 是由陈颂无声 吴宁波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